恋爱脑好吗 对吗 我本人就是恋爱脑 你可以嘲笑 但是他有他好的一方面 其实对于男人来讲 过分追求这些一定是不好 但是女人 她们重情的动物 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些方面 那你如果没有 那你这个人就无情了 男人呢 他当然要更重 相比较 更重意一点 更重道一些 更宽大 事业 真正的 这些事 才更重要 但是这个其中也包括呢 精神方面的 这一层 男女谈啊 这些 他本身就是虚空的一种东西 你养的互相 感情的交织吸引 那不是动物吧 人 他就竟然慢慢更多一些 才会谈对象 那不是你是动物 你直接来啊 那你是人 你就不能这样 那你下一次就不是了 你老是这样 那是畜生到 下到了 所以呢 你要是过度 当然 不好 那你作为一个诗人 作为一个作家 那也这样 反而好 但是过分这样 他一定成就也只是在这方面 你看 最高成就 写诗 又是皇帝 南南澳洲 那写诗绝对是一等一的 他当皇帝不行 所以他只是那个层面的人物 让他接了这个位 他接不住嘛 你不能太多精力放在这 所以这个点 我当然要自我反省 但是相对好的 就是你谈的时候 那有这些 你自然会注重浪漫 情怀 那男女之间 人世间 一道 靓丽的风景前 那人世间不就男男女女吗 两个 错不相识 那没有学院关系的人 怎么能走到一起呢 就是考虑 那你自然套房 也忘了 但是你要用心 太过度 躲在这方面 就要么是花花公子 要么是事业 就受影响 为情所困 他曾经 也是独顾一切的 为追求一个女孩 他总觉得 一如既往 一定能追得到 就算你追到了 他没有呼应 那也是痛苦的 你走了99层台阶 人家都不肯下一层 那你还追求执着什么 那有人就把这种叫填钩 实际上 这个过程 男追女 这个过程 女性地位高 但谈对象 这段时间 它是应当高一点 那婚后 婚后又不一样了 颠倒了 男主板女生 那世界上 70% 钱都是男人赚 70%都是女人花 这是大数据 事实是如此 那你再怎么 一样的男女平等 他也是这样 所以呢 你看我个人 为了这个 感情 不顾于去付出所有 我也是为了 其实我可以能达到 柏拉图的那种境界 当然虽然很傻 但是你看我的这个 男女宫 她恋爱这个宫 疾心也是很多 当然了 自己也神仙其中 可能是 其他方面也不好 失去有这方面的安慰 也有这方面 但总体来说 什么时间 遇到什么人 对的 是 合适的地点 那最就好 那不合适的 就不好 就过度了 你该干嘛干嘛 这个你说到底 天道无气凶 没什么好坏 那就看 天道无气凶 但是现代人 整体来讲 反而不太初衷 那这个精神 它是会掉